三年前就是走到最后走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的脚都起水泡了 然后很大的水泡很痛 然后隔天一早我们又起乘又要回公天宫了 然后结果我已经脚痛到已经没办法走了 我的同伴都说你干脆坐车回去好了 可是我心里面不服气 我就说妈祖啊白山头妈祖啊 我就剩这么八公里的路 你让我好好的走完好吗 我想要回去见你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一样就是走没有几步路而已 我的脚慢慢的奇怪 都不会痛了 然后就这样子很顺利的很快速的就走到公天宫 八公里就这样顺利走完 三年前就是走到最后走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的脚都起水泡了 然后很大的水泡很痛 然后隔天一早我们又起乘又要回公天宫了 然后结果我已经脚痛到已经没办法走了 我的同伴都说你干脆坐车回去好了 可是我心里面不服气 我就说妈祖啊白山头妈祖啊 你就我就剩这么八公里的路 你让我好好的走完好吗 我想要回去见你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一样就是走没有几步路而已 我的脚慢慢的奇怪 哎都不会痛了 然后就这样子很顺利的很快速的 就走到公天宫 八公里就这样顺利走完 走到那边拜拜拜完之后 我的脚又开始痛我又开始变白咖了 大家好我们是趴趴走家族 我是二姐她是大姐 然后这是我们大妈 很高兴的是你们 这个这个袋子是你们自己印刷的吗 包括我们的衣服 然后我们今年特制做了超多的这一个随形袋 好吃的泡面 因为这个随形袋就是让大家在走的时候一步一脚印 然后走出我们妈祖的故事 那因为每个人在走其实都有很多妈祖的故事 其实我们都蛮感动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想登教 所以今年特制制作这一个小布条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 嗯 姐姐你刚刚说到你跟妈祖特别有缘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跟妈祖有有怎么样的缘分吗 呃我跟妈祖的缘分其实就是 其实是我我我我满忙的 然后其实是在三年前 三年前其实我我是要去呃工天工帮忙的 然后结果就是导航到一半的时候下大雨 然后就是网路就是整个通讯都不好 然后我就在那个山区 不晓得怎样就绕到被网路带到山区 然后迷路了 后来我就是跟呃 妈祖祈求说我只是要过去帮忙当志工而已 啊可以让我找出路吗 因为很害怕还经过那个坟墓区这样子 后来过没三分钟我就找到大马路了 然后那时候是下着大雨 我就这样子摸着摸着就开进去到 呃不不晓得到哪里了停车场里面吧 然后一直开 糟糕了里面没路了 因为下大雨完全看不到你在哪里 那天呃是呃安儒的时候 然后结果呢结果我就想说等雨小一点 我下车我问看看 我问看看就是到底我人在哪里了 然后一下子我就问过路的 我说请问一下我们庙在哪里 他说就在你旁边啊 我说天啊太神奇了我都迷路了 怎么一下车起我 我的车竟然开在庙旁边 所以我觉得妈祖真的真的是太太太 真的让我太感动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啦 因为那一年刚好就是也是 呃雨下到大道就是那个大水整个都要淹到 一直要淹到那个庙里面了 所以在现场都一直用水这样子下去刮 所以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所以我很感动 那就是在你迷路的时候 妈祖给你指一条路 然后让你找到他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这个是其中的啦 其实很多就是 还有包括我三年前就是走到最后 走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我的脚都起水泡了 然后很大的水泡很痛 然后隔天一早 我们又起乘又要回公天公了 然后结果我已经脚痛到 已经没办法走了 我同伴都说你干脆坐车回去好了 可是我心里面不服气 我就说 妈祖啊 拜祂的妈祖啊 我就顺这么八公里的路 你让我好好的走完好吗 我想要回去见你这样子 然后我也是一样就是走没有几步路而已 我的脚慢慢的奇怪 都不会痛了 然后就这样子很顺利的很快速的 就走到龚天公 八公里就这样顺利走完 走到那边拜拜拜完之后 我的脚又开始痛了 我又开始变白咖了 所以就很多神奇的故事啦 所以就真的非常感动 所以我今年就是制作好多的结缘品 来跟大家结缘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展示一下你们的结缘品吗 有哪一些这样子 带子啦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做 我们都是自己出师 我们没有说募资 我们都是我们都是凭自己的力量一点一滴 然后就是这样子一年 然后就去把它这样子慢慢的累积 一直做出来 然后发给大家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所剩的数量就是剩不多了 对 对对对 啊我们今天是主要是出来鼓励这些 沿路摊 韩范他们志愿出来帮忙做 然后我们都是鼓励这一些 啊就尽量不给相登角了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发很多给相登角了 对因为这群人其实也是我们所要关心的一群 嗯 对 对 真的很感谢那个白塞团 昨天晚上我真的是梦到白塞团麻祖跟我讲说 你今天要负责来拍照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地带着妈妈跟姐姐 然后我们就沿路帮了这一些做善事的 而且发发这一些公平的人来做善缘 结善缘这样子 所以真的很很感谢白塞团麻祖 谢谢 谢谢姐姐你们的善心 然后也要也要注意那个那个防塞以及补水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姐姐我想先询问一下 为什么你们的馒头叫环岛馒头 因为我每年都会从端午节后我就七月份就是开始 端午节卖了种子的钱 等我就全省每个县市去每个医幼院中途之家学校 然后出去就半年做IC每天一场 然后我们就都没有免费的 而且我们也没募款 我也没有集资 都是我们夫妻两个 卖种子的钱 赚一赚就带出去就半年了 去学校做生命教育 所以我那时候才叫做环岛馒头 因为确实我们是在做爱心 可是我也不想给自己的压力那么重 所以我就叫他环岛馒头 可以上网Google环岛馒头 会看到我们多的生命故事 所以我很感恩 刚可以来跟那个百杀屯马祖 结这个也很感谢马祖 给我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爱 所以我每年的时候都会来这边 然后呢 还有更漂亮的画面是 这些的馒头不是我们夫妻两个做 而像我们昨天我们做了一万多 一个一万颗 我们每年都差不多七八千一万 但是是 就是昨天有二十 二十至三十的 等于说的 妈祖的Lina 大家 大的小的老的一起来 用楼的 我们是用手工楼的 大家一起来 然后把这个爱都一颗一颗的 把它完成了 手工的 是用楼的 没有用机器的 然后今天呢 我们做馒头的休息 就换这一批 另外的一群 爱心天使的志工 帮我们怎样 哎 帮我们那个 发送 你看妈妈 有老皮水啊 哈哈哈哈 哎很感恩很感恩很感谢 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 哎呀 那姐姐这边是 第几年来到慈后宫这边发馒头 呃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六年了 第六年了 環岛已经第九年了 刚好结束 前几天还到 烏美国小 跟枫叶国小 去带生命教 刚结束 然后结束完了 就 就等待这个白沙主 马祖的一个盛事 然后就 呃 今年的第九年 环岛做爱心馒头 就一个 呃 休息了 等七 七月份 再启动第十年的环岛做爱心馒头 哈哈哈 那姐姐你这样子 全天无休 就是 会不会 会不会觉得 就是很辛苦啊 有人要问 为何而做 答案 生命无常 丰富生命 有人要问 有何感想 答案 哈哈哈哈 知足 感恩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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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答案都在里面了 因为人的 呃 生命是 呃 一个 应该说我们的 到了五六十岁的人 生命对我们讲 无常都在身边 所以我珍惜当下 然后呢 我儿女都长大了 所以我夫妻两个人 可以出来做 快乐的事 过 简单的一个生活 呃我们都 环岛的时候 我们都睡在一台 货车上 呃没有改装 一台一个蚊帐399 一个洗澡总399 就在前 呃 就那个车 货车上睡觉 然后呢 就过一个 就每天就出去环岛 就是呃 绕台湾一圈 然后去做爱心馒头 也会到里岛 马祖啊 金门啊 澎湖啊 小琉球 都我们去过了 所以第十年的呃 一个环岛台湾固定一圈 然后第十年的里岛 蓝与绿岛 挑战完毕 我整个一个台湾的里岛都完成 嗯 去都一个月 开心啊 可以出来呃 过这样生活 非常感谢哈 呃 马祖们还有 呃 很感恩啊 我可以这样做 身体健康 还有我老公愿意支持 啊我们两个人 呃 夫妻两个人 就是一个团队 而出来做这件 呃快乐的事 很感恩 哈哈哈 感恩可以这么做 谢谢姐姐你们的付出 然后 希望你们今天都顺利 然后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善缘 谢谢你们 感恩也谢谢 谢谢你们 感恩还有相当讲哦 谢谢感恩 拜拜